在唐朝,妇女也是需要劳作的 这不,姐妹们像平常一样劳作着 哦不,看来今天有一些不同 她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精神 对于姐妹的关心,她也没有什么回应 你们看,隔壁纺织布和捣链布都放假了 可是能怎么办呢 昨天她还烫坏了鸡皮布 就在这下衣上市的季节 瞧瞧,这个小侍女好像推回了一件有意思的东西 似乎是一台电视 又好像,有些不太一样,搭哪儿来的 拿探同巴鼠商人小金换的 当然,小金也放假回家了 她似乎更加沮丧了 不过,幸好她还有一群很好的姐妹来帮她转移注意力 看来确实是个新鲜玩意儿 和上回的可不一样呢 这可难不倒她们 哇哦,看来商人小金确实是有些宝贝在身上的 咦,这又是什么 哦,看来又是个新鲜玩意儿 她好像准备为我们高歌一曲 可是,她好像不知道要唱什么 让我们来帮忙她吧 团结就是无力量 团结就是无力量 就力量是天,就力量是高 一天和云一高和江 像这一段西线的温暖 让一切不明中的绝合散光 像这太阳,像这自由 像这心中火发出万整光 瞧瞧,多么欢乐的画面呀 经过一番折腾,大家又干净十足了 希望加完今天的班 她们能好好享受剩下的假期 前提是,没有再烫坏两匹布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最后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